一年一度的客家艺名祭是新竹新浦镇的民俗盛会 依照传统习俗都会放一尊纸壶的大誓言镇守庙门 也因此纸壶艺术就成了新浦最具特色的传统工艺 她是刘欣欣 今年66岁 刘家做纸壶工艺已经祖传五代超过百年历史 刘欣欣更是从小就和父亲习得纸壶的好手艺 所有东西都要克服意见会不一样 我们想要这样子做 她想要这样子做 意见就会有偏差 这一尊比人还要高的大誓言 是客家艺名祭中重要的神迷 要制作得要靠两人合作 竭梨36年的老婆就是她的得力助手 我所有都是这样子这么大的东西 我两夫妇做得比较轻松 一个人做得比较辛苦 两人默契和效率十足 因为在旺季时他们可是订单接不完 传统工艺不止传承 刘欣欣很用心赋予她观光的价值 将作品集合设立纸壶工艺展示馆 这面墙上展示各种纸壶的神明脸谱 贴心的旋转式设计 让民众更加了解传统文化 新浦纸壶工艺随时代没落 刘家是硕国仅存的白年老店 身为客家子弟 刘欣欣不怕苦 将作品客制化的策略 让她在这个传统产业上屹立不摇 她一直要求 以前我们都做这么小 他们可以接受 后来越来越来越 要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再大 一直要要求我们就一直改 传统手购艺的淘汰危机 刘欣欣不担心 脚踏实地 不但将它发扬光大 更在大陆设厂企业化经营 指乎民俗手艺不怕失传 祖传五代的技法 夫妻同心的创意 让纸壶艺术蜕变 从庆典仪式进入平民生活 在刘欣欣的纸壶世界里 遇见我的感动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